从大学刚一毕业来到这种环境的话 其实内心也会经历一些过程的过程 你家老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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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了两年的时候 最挣扎的时候 我到底要不要干什么 对你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说还不忘你的家人 都会有一些说法 结婚就跟她一起在工地 工地上待 待了十年了 对 你二年就要的小孩 现在四五岁了 一直跟她爷爷来来 我父母是退了休的 说过实话嘛 亏欠就推荐到上面的父母 下面的小孩 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都是这样 但没有花 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很多年的一些师傅 他们就说 我一辈子就没有遇到这样的工程 也没有参与到这样的工程 所以对你们年轻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也是一个人生的财富 第三年的时候就是想 我还是坚持着把港洲大江港 就这一句话就一直到现在 10 by 1 believe the sea 测控系统显示 对接后的各项指标 全部满足 设体要求 测到此汇报 请您指示 好 好 现在我们继续吃饭 第六次呈饭 三米 一二十管节安装 经过 参见各方的共同努力 历经多次取决 现已顺利完成水利压接 那次是我们刚刚开始参访的 但是就恰恰这个游戏 突然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游户 现在一个游戏的引擎 那个波高达到了1.5到2米 我们的那个过夜性的情况 就是最多不能超过的业发 船舶弄得非常厉害 这船体 哇 白了 然后全船的人 都很惊慌 降到处事压力的时候 外面上边然后报告 五分钟 也就五分钟 一下子 外面脾气 我们这个如果当时 真的有什么状况 那可能就是太难心了 如果是只说一句话 那我就非常紧张 当然也有领导让回去 但是呢 我是坚决 我说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作为我们这个 你既然选择这个专业 那你就要 肯定我们想的是把这个专业做好 而这个工程呢 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 这个承转隧道所展现出来的这种 融合的这种技术水平 它是最高的 是一个大厚的 这就是 那是 这是 的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